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大卫却仍然不杀扫罗 扫罗为了寻索大卫一人 居然出动三千精兵 基本上就是要置大卫于此地 然而当他们在夜里休息的时候 大卫跟亚比塞在夜里 居然能够进到扫罗的身旁 已经到了可以直接取走扫罗性命的境地 然而大卫因着敬畏神的缘故 刻意不取扫罗的性命 大卫启示绝对不伤害夜华的受高者 背后我相信是出于对神的忠心 也是日后上帝使用大卫成为君王的预备 大卫紧紧拿走扫罗的毛和水袋 而神也帮助大卫 使扫罗全军都沉睡了 大卫离开之后 嘲笑扫罗的将军亚尼尔 因为他没有尽忠职守 把国王的性命安全照顾好 而大卫更进一步劝诫扫罗 因着大卫的忠诚 盼望扫罗能够饶他一命 扫罗自觉惭愧 道歉认错 因此他向大卫祝福 盼望大卫能够得胜 从扫罗第二次追杀大卫的故事 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 苦难的背后有上帝的美意 确实我们很难明白 上帝为何让大卫接二连三 受到君王扫罗的追杀 悬殊的军力 却遇上到手擒来的机会 大卫仍然以德抱怨 忠心耿耿 我相信是神正在预备 大卫将来成为一国之君的熬练 第二 真心很可能换来绝情 大卫对扫罗如此真心真意 却换来扫罗的苦苦相逼 若不是神亲自保守 我想大卫早已经被灭绝了 然而值得我们学习的 正是大卫持守正直的心 大卫他虽然早知道 可能会真心换绝情 然而他愿意尾身到底 第三 恶有恶报 上帝都知道 上帝并非不出手 相反的 上帝正在给扫罗回头的机会 在未来的几章 我们可以知道 扫罗的全家 是如何凄惨的 面对死亡 而见证了上帝公义的右手 并非不报 乃是时候未到 而求主 让我们有敬畏主的决心 跟态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当我们看到大卫如此的忠心耿耿 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真的会面临苦难 会面临身心患觉情 但是求你让我们有智慧 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对神负责 都是用神你的眼光来看 主我们也相信 在苦难的背后 有上帝你的美意 求你让我们敬畏你 让我们知道 上帝你会为我们申冤 你会报应恶者 谢谢你 我们将荣耀归给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求 阿们